2 1 七堵郵局后车亭使用典礼大成功 我们掌声 政府和中华邮政公司协力打造这座 以行动邮车为造型的后车亭 正式启用成为七堵新的打卡热点 因为光后车亭大家后来觉得太单调了 觉得可以加个邮政宝宝 看起来会更活泼 因为后车亭整个感受是 我常说我定位后车亭是一个移动温暖的家 希望给每一个在基隆 就像刚才议长说的 也许我们车子不够准时 但是在这里等他需要有很大的耐性 看到一个漂亮的后车亭 一个温暖的后车亭 他感受会舒服很多 这也是我们希望在目前状况下 可以带给基隆市民的 原本老旧后车亭 变身乡型车 不但有车头 车身 轮胎设计 内部的设计也不马虎 启用典礼上副市长邱佩玲 邀请中华邮政公司 议会议长佟 副议长杨秀玉 议员曾一芳 张耿辉 蔡旺莲等人共同见证 那这一座呢 是我们国营事业 中华邮政基隆邮局 来共同公司协力来合作 我想也是一个国营事业 回馈社会的一个典范 非常谢谢我们邮政总局 基隆邮局 以及副市长 还有我们本会的各位议员同仁 大家共同的支持 那我们城市美学的改造上面 再次的一个提升 那公司协力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再次谢谢所有参与的人 因为有你们 我们又多了一个亮点 启用典礼前 副市长邱佩玲也细俗 这一路走来 要感谢各界协助 从设计到完工 过程相当辛苦 那个中华邮政的局长 他们在这里不断的 不厌其烦的跟我们开会 顺到最后都说 设计师可以在上面签名 用这样的方式 希望可以造成一个 更漂亮的后车铁 每一件工作 从来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都是集大家的力量 大家的智慧 市府这一边的指导 还有我们基隆邮局 这一边的配合 我们终于决定用油车 以及用绿色 这样子的一个意向 来做规划 灯光方面也特别的加强了 就希望说以后 除了说可以提供一个温暖的地方 让民众可以后车之外 也可以变成一个 很有趣的打卡点 这一次的合作 真的是开过很多次的会 而且我们礼拜天跟昨天 都还有在做补强的工作 在整个合作的过程里面 真的非常感谢 副市长还有市府的团队 给我们很多忧心的指导 七堵邮局前 出现一座绿色箱行车 看似行动邮局 但其实是一座新的后车亭 出席典礼的副议长杨秀玉 议员郑一方 张耿辉 蔡旺连 都忍不住 在新的后车亭前拍照打卡 我希望说我们怎么样把七堵 把基隆活起来 老旧城市就是必须要 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那这个邮局 刚好在邮局前面嘛 那也很感谢我们基隆邮局 非常的支持 把这个真正的一个具象呈现 我想非常的新鲜 也让我们市民在等候公车的时候 能够体会到一个 除了市中观瞻之外 而且在这边等候亭 也可以享受他们 好像搭了一个邮局的那些专车一样 我觉得非常棒 大家都知道以前旧有的公厕亭 它除了建物比较老旧之外 而且灯非常的昏亮 那现在整个做改变调整之后 这个夜晚的灯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小朋友不管是放学下课 或者是补习下课经过 是很安全的 并不会让人家害怕 现在做的这个好像有一个目标 好像这是邮局 就看到看到一个邮局 做的还不错 他会想说进去做就变成一个打卡点 会啊会啊会啊 会啊会啊 我会想说刚才走到这边 想做公司还会想要去打卡 会啊会啊 市政府过去一年来 已经成功和多家企业 合作任养多座后车亭 位于七堵邮局前的后车亭 是第六座正式起用 又是一件公司协力成功模式 市政府打造城市美学 希望提供民众舒适的后车环境 记者黄少民黄日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